红线菜水根水培种植红线菜促进花园健康和美丽的分布指南 图养溢水培种植的红线菜 红线菜水根的好处 您厌倦了传统的园艺方法吗? 你想种植一些新的和令人兴奋的东西吗? 来看看红线菜水根就知道了 它不仅在视觉上令人惊叹 而且还富含维生素A和C、铁核钙等营养物质 与传统的基于土壤的方法相比 水培法种植红线菜具有多种优势 水培原液可以精确控制生长环境 从而实现更快的生长和更高的产量 此外,这是在室内或狭小空间 种植植植物的好方法 任何有窗台或阳台的人都可以使用它 水培种植红线菜有几个好处 包括能够在更小的空间内 种植更多的食物 水培系统比传统的土壤原液 使用更少的水 使它们更加环保 使用水培法 土壤传播的疾病和害虫的机会也更少 从而使植物更健康 而且由于水培系统通常在室内种植 因此无论天气状况如何 它们都提供全年种植的机会 红线菜水根所需材料 要开始水培红线菜 您需要一些关键材料 首先您需要一个水培系统 其范围从简单的DIY 设置到更复杂的商业系统 您还需要一种生长介质 例如椰子壳或盐棉 它们可以将植物固定到位 并提供支撑 接下来您需要一种营养液 可以预先混合购买 或使用水培营养素 从头开始制作 最后您需要红线菜种子 建议购买飞机改优质 芽菜用红线菜种子 可以在网上购买或到付款 芽菜用种子除有高发芽率的特性外 还是通过食品进口简易的种子 所以它不仅是种子 更是可以直接食用的食物 为红线菜水根设置水培系统 准备好材料后 就可以设置红线菜水培系统了 第一步是为您的系统选择一个位置 如果您在室内种植 请确保您可以使用电源和充足的光线 如果您在户外种植 请确保您的系统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并且有充足的阳光 接下来 根据制造商的说明或您自己的DIY计划 组装您的水培系统 系统设置完成后 添加生长培养基和营养液 红线菜水根营养液的配置 营养液是水培原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它为植物提供了 生长和茁壮成长所需的所有营养 对于红线菜水根 您需要使用负含氮、磷和甲 以及钙和鎂等微量元素的营养液 您可以购买育混合的营养液 或使用水培营养液自制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混合营养素 一定要测试容易的PH值 以确保它在适合红线菜的范围内 5.5到6.5 在水培系统中种植和照料水根的红线菜 设置好水培系统并准备好营养液后 就可以种植红线菜种子了 首先将种子浸泡在水中8到12小时 以帮助发芽 接下来将种子均匀地撒在生长介质的表面 确保它们没有埋得太深 红线菜的种子应相距约2到3英寸 剥下种子后 用一层薄薄的生长介质覆盖它们 并根据需要调整营养液的PH值 红红线菜水根需要温暖潮湿的环境才能生长 因此请确保您的水培系统设置在温度范围为25到 您需要设置30度且湿度为50到70%的位置 您还需要定期监测营养液水平和PH值 根据需要添加更多容易并根据需要调整PH值 水根的红线菜的采收与利用 红线菜水根通常需要4到6周才能成熟 此时可以收获 要收获水根的红线菜 只需用锋利的剪刀或小刀剪断植物基部的金即可 您可以根据需要收获单片叶子或一次收获整株植物 水根的红线菜是一种用途广泛的植物 可用于各种菜肴 从沙拉和炒菜到汤和炖菜 叶子略带甜味和坚果味 可以生吃或煮熟食用 红线菜水根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与任何圆液方法一样 水培圆液也有其自身的一系列挑战 红线菜水根的一个常见问题是 营养缺乏或不平衡 这会导致生长发育迟缓 叶子变黄和产量低下 要解决这个问题 请确保您的营养液正确混合 并调整到适当的PH范围 您可能还需要像容易中添加额外的营养素 以帮助纠正任何不平衡 水培圆液的另一个常见问题是 害虫轻扰 例如液满或牙虫 为防止害虫 请确保您的水培系统干净且没有碎屑 并定期监测您的植物是否有虫害迹象 您还可以使用硬炼油或杀虫造等天然害虫防治方法来帮助驱除害虫 红线菜水根原液成功的秘诀 为确保红线菜水根原液成功 您应牢记一些提示 首先 确保您的水培系统设置在光照充足且温度可控的地方 红线菜水根需要温暖潮湿的环境才能生长 因此可能需要生长根和斜线或加湿器 其次 定期监测您的营养液水平和PH值 以确保您的植物获得所需的营养 最后 要有耐心 水培原液需要反复试验才能掌握 所以如果您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请不要气馁 结论 红线菜水根种植是一种有趣且有益的方式 可以让您的原液游戏更上一层楼 只要有一点耐心和合适的材料 您就可以在室内或狭小的室外空间种植 这种令人惊叹且营养丰富的植物 从设置水培系统到收获和食用水根的红线菜 本分不只难包含您入门所需的一切 那么为什么不试一试 看看水培原液能为您和您的花园的健康和美丽做些什么呢 延伸查阅 红线菜水根芽菜种植方法与常见芽菜育苗全攻略 或请自行网搜太平洋芽菜种子问 与答常见问题解说 之八会有您满意的答案 芽菜自己在家简单种 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 网络搜寻太平洋芽菜种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